美國人總會上新的回憶記錄 不是說未來可能會繼續生理室 也影響到美國國市四大基礎 都受到 臺灣國市今天也落破 一萬六千七百點 有才提出說 如果是美國人總會進行宣布生理室 不說是最多的 我們過來的中央銀行 應該就不會對生理室了 美國人總會的官員都同意 如果要維持基本的理論不想變 還要保留賓國 是不是需要進一步生理室 大部分的官員都認為 需要進一步緊守會被政策 才能夠更高的痛膨 還者認為台灣雄行 帶來生理室的機會無關 是說適到連中央暗時生理室的消息 已經引起市場環路 六號米國四大基礎都走路 觀察七號台股的驚訝 開盤也落落落到一萬六千七百點 盤中馬鈺回來只落四十點 經關火正基礎六號對外信不信發揮 表示台股基本民要還算好 是說分析師認為 從來台股驚訝 強行還是適到大環境的影響 變作效果整理的結局 受到整個美股拉回的影響 之前一口氣從一萬五千五 漲到一萬七以上 這麼大一個漲幅 我想進期可以修正 也算是在預期範圍之內 都真的是不需要過度擔心 只是說整個七月份的話 目前看起來休息整理的機會會比較大 分析師認為七位台股的驚訝 會比之前更加賣 整理期可能的援助一個月 是說若是到年代的消費往貴 要是有機會驚訝 記者綜合佛道